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谢谢各位 上台有必要做一个自我介绍 没错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呀 因为即便我们俩说的不好 您出去骂街知道骂谁 对了 没有骂街的 所以他叫宋伟杰 对了 就为骂我是吗 不是吗 没有骂街 好好介绍一下 对了 前期宋伟杰 没错 我们都是年轻的演员 怎么能提高业务水平呢 怎么能 除了平时钻研业务啊 多积累啊 还有一点很重要 什么呀 家庭的因素 为什么家庭因素 咱们举几个例子 你说说 有一位相声大师叫马志明先生 是 人家相声为什么说的好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爸爸是说相声的 相声太懂马三立先生 对了 还有一位已故的名家了 哪位呀 侯耀文先生 人家相声为什么说的好啊 为什么呀 因为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 没错 还有一位 杨毅老师 人家相声为什么说的好啊 为什么呀 因为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杨绍华先生 太对了 宋伟杰的相声 为什么说的好啊 为什么呀 因为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这就胡说八道了啊 怎么呢 我爸爸不是说相声的 你爸爸是听相声的 对了 今天都来了 说的好 哎 哎 哎 这 小心 别鼓场了 一个大家庭 好猫怎么看女同志那么多鼓场呢 这个 不像话了啊 不是 跟您开一个小玩笑 老跟我开玩笑 就爱跟您斗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俩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小的时候经历的时代都一样 嗯 所以我问问你啊 问什么呀 你有没有小的时候被洗过脑 洗脑 比如说啊 嗯 一段广告词 哦 一段音乐 嗯 甚至一部电视剧 那得说是西游记了 为什么是西游记呢 因为据我了解啊 嗯 从86年到2018年西游记 三十多年间得重播了3785回 这重播这么多 这这数我瞎说的 各位别信啊 那我问你啊 既然你都看过西游记 没错 也比较了解 对啊 你这样 你说出十个情节 今天算你赢 这太容易了 咱先从第一回啊 嗯 猴王出问世 风关闭马温 大盛闹天宫 猴王刚出声 猴王放大马 猴王到天宫 猴王往外蹦 猴王放御马 猴王跟御帝 跟那折腾 他现在还差一个什么来的 忘了你自己的故事了 几首猪不戒 十个 齐了 我还得提醒你 是吧 怎么了 你就 我赢了 赢什么 你就看过四集是吗 不是你说这标题 我哪记得住我 那你什么意思 内容了解 行 那你这样 说说你最喜欢的情节 情节 撞天婚 珍珍爱爱连连 不如我了吧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三打白骨精 妖怪 你还我师父 还我师父 还我师父 我还喜欢这个 那个叫什么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就那个 就那个 天竺收玉兔 太喜欢了 不如我了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斗法降三怪 妖怪还我师父 还我师父 你还我师父 不不不 我还喜欢那错坠盘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闹的不闹的吗 咱找一情节找什么样的呢 咱找人物多一点 有对手戏考验演技的呀 那就只能是这回了 哪回啊 途经女儿国 那咱就演这个吧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说的是唐僧 师徒四人 一路上跋山涉水 去西天取经 但是女儿国国王对唐僧是一见钟情 唐僧是出家之人 不贪恋她的美貌与荣华 在这时候 猪八戒过来了 让老猪也洗洗吧 国王你看我怎么也好 行啊 我没你像 什么叫没我像啊 我没你演的像 不对 这没有猪八戒什么事 别演这个了啊 你不就演这个吗 就是女儿国这一段 演女儿国 咱演这个最精彩的 哪段 提亲这段 那咱们区分一下人物吧 那我先选 你选吧 我选这个英俊的唐僧 那我来这美丽的国王 来不了来不了 这样这样这样 咱都根据自身情况选一选 咱们先说了都有谁 都有谁 有这个唐僧 有孙悟空 有猪八戒 有沙僧 有军师 和全体的女儿国子民 那么多呢 对 那分配一下角色 那我先挑 你挑吧 我想演唐僧 演孙悟空 演军师 你演沙僧 猪八戒 和全体的女儿国子民 那我可够热闹的 你看你演的多 那没问题 提现你的演技 咱直接开始 咱们开始 军师先说话 玉帝爷爷 此乃西凉女国 国中从无男子 今日贵客降临 本军师特意为我主 求亲来了 求亲 师父管了 把你一花园 叫亲是什么 胡言乱语 贫僧乃是出家之人 岂有魂俗之力 不知军师求的是何亲呢 我主愿以脱国之父 招您为服务 此时万万不可 大张御师 不要措施良机 说词说词 到我了 到你了到你了 谁的词 沙僧的词 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不是这句 大师兄 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不是这句 大师兄 我被妖怪抓走了 你走吧 我妈不让我跟你玩 沙僧不就这些词吗 你给观众带来了多大的误区 人家词多着呢 什么误区啊 你听着 人家这有一大段台词呢 沙僧的大段台词 沙僧这会儿就说了 怎么说的 军师 我师父乃是久修得道的罗汉 他不爱你倾国之荣 也不爱你脱国之父 俺老沙也是忠厚之人 你快去上奏国王 早些发放通关文碟 还要打发我们西去取经 记住了吗 这么多呢 记不住啊 记得住 这能记不住吗 那我得接一句啊 来吧来吧 大战御师 不要措施良机 那个 我师父乃是久修得道的罗汉国 你等会儿吧 你师父嗓子还不好 去活他 罗汉 我师父乃是久修得道的罗汉 他不喜欢你 长得奔儿漂亮 也不喜欢你奔儿有钱 他 我老杀倒是个忠厚之人 你看我怎么样啊 你要蹭位是怎么的 我这临时发挥我这是 这不能发挥 不能发挥 没有这句往下说 那个你 你快去 快上去揍国王 我揍你 你快揍国 我揍你 你快去 上揍国王 这不一样吗 就是你快去跟国王说一声 给我们换通关文碟 让我们西天取经 我们就走了 我们 谢呀 这怎么那么水啊 这词 我这个人发挥了 赶紧接词 接词 接词 师父 一按老三之间 还要留下为好 师父 大师兄说的对啊 一派胡言 我说贪图富贵 谁去那西天取经 大师兄 师父说的对啊 可以留下你那三个徒弟 西去取经吗 师父 君师说的对啊 不行 绝对 不可以的 大师兄 师父说的对啊 你对什么呀 对 你就会说对 对对对 一点立场都没有 你这个沙僧 不是 你这不讲究了啊 怎么了 怎么说话呢 好吗 各位观众评评里啊 给我分配的什么角色 什么角色 一个猪八戒 嗯 现在还没出来呢 全体女儿国子民 也不知道在哪呢 就一沙僧给我一男五号 我哪说理去 我哪发挥去 让我 等会等会 啊 沙僧怎么男五号 师父四人 那马就不算了吗 哦对 还有一马呢 那马的戏份 都比我这沙僧词多 知道吗 不是 你想怎么着 我 要我说啊 嗯 我得演主角 你想演谁 我得演孙悟空 你也想演孙悟空 哎 男一号 那你不能演 那电视剧里的孙悟空了 那怎么意思 你得演这个 你心目当中的孙悟空 哦 你得把孙悟空 五百年前的风采 五百年后受的去骨 就这取经一桩一件件 所有糟心的事都演出来 让我发挥了 对 这叫你发挥了 我这一发挥告诉你 唐僧都揭不下词来 不可能 你来 嘿 哎 我告诉你唐僧 就是因为你害得我西天取经 要不然我在我的花果山 当山大夫 那岂不痛快 嘿 别以为 你就会念个锦箍咒 俺老孙就怕你 哎 吃俺老孙一棒 你唐僧还有什么词接 唐僧没说话 对了 沙僧过来了 师傅 大师兄说的对啊 你别说了你